Hello, 大家好, 如果你們習慣一些都市的生活, 就不想住得太偏僻 但又不想住在物以本市中心的人口這麼密集的地區 今集介紹這個地區就適合你們了 這裡不單有最優質的公立和侯, 而且這裡商業非常發達 附近也有很多美麗的公園, 這個地方就是South Yawa 我是沛豐, 多謝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物以本住哪裡好》 在片頭催到這個地方這麼好, 你們真的以為我是地產佬 其實呢, 我是真的在考驗證據的 不過暫時還不是 Anyway, 我們打開Google Map看看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麼優質, 而且這麼多年被追捧為最移居的地區 事實上South Yawa這一帶也是整個物以本裡最優質的地區 說明最優質, 當然是多人爭的 這裡也是全物以本最多富人居住的區域 我們看看這個左邊就是全物以本最富有的地區, 十大 那右邊都是City of Stonington 的一些區域 好了, 我們看到了, 十大裡面, 這個City of Stonington 已經佔了三個了 第一是Turak, 第四個Kuyan, 另外第七個Mauvin 地理位置上, 離開市中心之後, South Yawa 也是City of Stonington 裡面的第一個區域 那輪近Turak, 都是最富有的地區域 你可想而知, 這塊地方真的是赤手可熱 的確, 物以本的市中心發展, 整個城市規劃都是把所有最優質的資源 我們可以看到了, 市中心的大門, 也是南大門, St. Kilda Road 一直出來呢, 有National Gallery 跟著有Protetic Garden 然後這裡有Albert Park, 就是 Formula 1 的地方 大型的賽事, 不單止 Formula 1 還有Australian Open的Tennis賽事 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AMI Park, 還有Arena 有不同的演唱會, 都是在這裡舉辦的 沿著這條Yarriva, 不單止經過South Bank South Bank 都有很多酒店 包括我們的皇冠賭場, 都是這邊的 然後一直下來, 都是環境非常優美 我想要看回地理位置上 Richmond 雖然比較近市中心 但是, 檔次會比較低, 那個環境也會複雜一點 市安不太好 傳統上, Richmond 都是一個工業的地段 慢慢轉化, 而成為現在的情況 但是, South Yara 歷史以來 一直都是一些比較富有的人居住的地段 現在畫面見到這條路線呢 就是開車由Richmond的Track Street 一路直走, 接著過了這條橋 就進入South Yara的Track Street 經過這段Track Street 亦都是在Richmond來說, 算是比較好的地段 好了, 我們進入了Track Street 你會見到, 開始的部分都很多高樓大廈 而South Yara 都是密爾本裏面 其中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 除了CVD之外 都比較多Apartment 在Population這個數目就看到了 這個就有25000多人 男女比例方面, 女性就佔多些 52% 而且單身人士的比率很高 60%多人 是單身的 這裏都是一個主要的白人社區 Born in Australia 55% 但是華人血統的比例都不少 有10.3% 如果Country of birth in China 都有4.4% 很多年輕人 如果CDB上班的話 都會選擇住在這裏 所以這裏的專業人士比例都很高 好了, 我們由Track Street 就轉右去到這個Track Road 這個Track Road 都是非常繁忙的商業街 看到左邊和右邊 很多華人的餐廳 有一間太平洋燒納茶餐廳 都在這裏 因為這裏比較多香港人住 有幾棟的Apartment Building 都是多香港人 我們每個月的香港人聚會 都在這裏的Yarra 1 現在轉了進來這條世界 就叫做Caramount Street 這裏都很多東西吃 有空可以走進來 也都會見到很多香港街坊的 有時候大家互相銷售 這條街亦都有一間亞洲超市 所以生活都很方便 走過旁邊街 還有一個South Yara Station 坐火車去City 就要非常快 對啦, 坐火車進來 你看到對面很多的住宅大樓 所以一落火車到對面就回到家了 在這條Caramount Street 我們走到街尾 就會見到這間很出名的學校 這間就是Melbourne High School 放假航拍上去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環境 真是非常優美 這間Melbourne High School 就威水了 在市內出名的公立學校 當然這間是精英學校 要考試才能進去 不是說你住在這裏就自動入學 全日本只要四間的精英公立學校 全部都要考試進去的 Suzanne College 我們也介紹過 在西區 另外一間 Metroberton School High School 是女子精英中學 亦都在South Yara附近 所以這一區是有兩間精英中學的 私立學校更加不用說 有Melbourne School Grammar 有Wesley College Chrystarch Grammar 所以這裏是非常多優質的學校 給你選擇的 如果大家對VCE成績的排名有興趣的話 全Victoria最高級的公立學校 包覽前四名的都是這四間精英學校 再來就是看看Top 200的高校 這個就是Victoria 公立和私立學校一齊 頭十名都是被私立學校包覽 但這間精英學校 Melbourne High School 去到第十三名 都算是非常好的成績 這麼好的成績 究竟入學有什麼要求呢? 我們看看 就Year 9 開始就入學了 所以Year 8 開始就有一個公開考試 你覺得小孩子夠了的話 可以報這個考試 每年有三四千人去報考 聽說只有三分一的 是有機會入到這些學校 考試主要分五個部分 Reading Comprehension Mathematics Verbal Quantitative 和Writing 要在這五部分內 你都會做到非常優異的成績 才會有得入學資格 什麼的優異成績呢? 總共分四個grade Superior Above Average High Average 和Average 那你在五部分內 差不多要得到兩個至三個Superior 其他都是要Above Average 頂曬給你一個High Average 如果你想用一些填鴨式教育 要執拼你的子女 讓她入到這個學校 他們之後進去都會很辛苦 因為進去那些老師 都期望你的子女 是有獨立的學習能力 所以都是要看回你自己的子女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要勉強 除了這間這麼難考的精英公立中學之外 其他有什麼選擇呢? 小學有一間South Yarra Primary School 是挺好的 另外這間Bram High School 就是校網 如果你不讀師校的話 就會進去這間中學 在中學公立中學排名 這一間就排46 只要看排名 其實真的不太理想 但是你問我的話 你看看我的影片都知道了 我其實就不太在乎這個排名 因為排名高又厚 是不是真的非常好呢? 其實不是的 這些其實是騙人的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家長都不會看排名的 是現在這個時代才這麼瘋 只要看學生的品行好不好 還有很多綜合的因素 所以你都要自己去看看這間學校 合不合你的子女 其實公立學校的很多課程都是差不多的 有一點很有趣的 很多人都以為有錢人都會把子女傳到私立學校 但其實不是的 你看看那些公立的中學 都會有很多的富裕的家庭 或者一些在私立學校讀不到書的學生 都會去公校 澳洲其中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你不會說去到一些很偏遠的地方 我剛才看到一些公屋群 好像看我之前的影片 看到Richmond Visroy North Melbourne 甚至這些這麼好的地區 South Yara 一樣有這些公屋的群體 所以這些學生 一樣去附近的中立學校 所以這些中學校 你又有有錢仔 又有一些一般家庭的人 又有一些比較貧窮的家庭 全部都是在一間學校讀書的 其實這種情況 我覺得比小孩子更加好 因為他們在學校裡面 就會學習到這個真正社會裡面是怎樣 記不記得周星馳那部電影《長江七號》 即是說 老爸周星馳做地盆人工很窮 但是他就把兒子放在一些很貴的 貴族學校裡面讀書 那小孩子在裡面就被人欺負 對小孩子的心理狀態都是不好的 因為其他的學生真的家境太好 那你本身家境也不好 你運進去只是被人笑而已 我也不相信小孩子會賺到所謂的人物資源 因為你本身就不是在社會階層裡面 那你說什麼人物資源 你本身是去到那個level 那你才可以利用到那種人物資源 好啦我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去到這個Yara Run這個建築的另外一邊 這裡有個Round About 那附近都有一些比較好的Apartment Building 下一集我就會再帶大家走一下這條Triple Street 走一下街看看附近有什麼特色 那今集呢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因為 今集是保證不完整個South Yara 因為還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但是 臨尾我也想說多兩句 因為剛剛講開教育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Christian來的 我很早就洗禮 所以我其實對明利這件事看得比較淡 但是就 我發現有很多Christian Family 他們就算那個信仰是很好的話 但是他們都對這個世界一些精英制度 一些地上的成就 他們會都是非常之迷戀 其實在信仰裡面我覺得是有點矛盾的 因為我們的信仰呢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去學習跟隨主 學習我們背上我們的十字架 我們地上的一切呢 其實是不重要的 主要就是我們跟主耶穌的relationship 我們要學習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我們要學習愛人與己呢 我們要學習社氣啦 所以我覺得在子女教育方面呢 其實品格的教育是會更加重要 因為如果太著重這些名次啊 他的成績啊 而忽略了他們品格上面的數字呢 其實都是比較可惜的 我最後想分享一段 我今天在City on the Hill 聽到的 sermon 有一部分我非常喜歡 想分享給大家 我會看到我們 我會看到我們 我們在做個世上 我們在做個世上 在一個世上 的孔子 是個世上 它是個世上 那裡的孔子 which university they graduated from and what score they got at high school and which company they're now part of and what they achieved on the sporting field or they'll point to their creative accomplishments and Christians can so easily fall into that same trap. Tempted to build our significance based on what we know of the Bible and how much we have studied or to point to the number of spiritual gifts we have and all that we have done for the kingdom of Jesus and listen, none of those things are irrelevant but when it comes to your ultimate purpose the reason you exist they fall painfully short of Jesus' vision for your life. To quote Dallas Willar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is not what you do it's who you become. That's what you take with you into eternity. Listen, life is not ultimately about what you do it's about who you be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gospel is that you have been made to become like Jesus. Do you know that? Not just to admire Jesus though you should admire Jesus but to follow Jesus and step by step become like Jesus. Jesus. Jesus.